中文字幕提供 聰哥 這次不談相機了 談錶 上次你改完錶後 我記得好像最近 Leica也有出錶 Leica是 大家還有出一隻 我忘記錯一次 L1和L2 L應該是跟Leica的L字有關 但近時你說這個也叫L1和L2 這個是代表 這個是80周年紀念版 所以今次的L1和L2是不同的 今次是手錶 我現在手持的是L2 L1跟它相差很少 只差一個GMT盤 整體上銀和黑色配襯 配上一個紅點 一條黑色帶 但後背的帶就是紅色 而這個就是 它叫做Mono EM2 它還有一個EM1 這隻錶 做法是黑色配搭 整個全黑色的配搭 它跟這個有色分別 都像一部黑色相機和銀色相機一樣 不如近一點 我們去介紹這兩隻錶 好 我們看看這兩隻錶 有什麼特別 好 現在有兩隻錶 一隻就是L1 一隻就是L2 L1 這個就是小粒的 L2 就多粒的 我用逐隻來說 首先 它本身有一個紙盒 我這裡就不太多了 始終位置有限 這個是L1 L1 L1 它這個就是這樣的 首先 看看功能方面 當然 時針分針 還有一個秒針 這是一個小三針的設計 還有一個日子 還有一個 這個其實很低調 看不到 其實它這個 是一個Power Reserve 即是說 上一年之後 它會看到它 是會慢慢 是那個白色 會走上來的 那現在 開始 就會看到 它那個白色 是走上來的 那麼 當它越扭越多的時候 就最多 是可以維持到 60小時的 Power Reserve 那這裡呢 在前面 就有一個寫著 Leica Wessler 下面就寫著 Made in Germany 那這個錶 其實就是 2022年出品的 那其實早在2012年 呢 Leica已經在籌備 開發 這個 標的市場 那另外 看看 功能鍵方面 那譬如說 這個頂 這個呢 其實呢 就是調日子的 好像現在這樣 就是 9月12號 那它就會按 我覺得這個有幾爽的 是的 按到12號 然後調時間 調時間呢 它這個就特別一點的 一般標 就是 抵它出來的 那現在它這個呢 就是按下去的 那你見到中間 這裡呢 有個白點 那白點呢 就是 正常的 走走的模式 那當它按左內的時候呢 它變了 紅色 紅色的話呢 就是代表 它現在呢 就是將個 秒針呢 發到去0 或者叫60 那你就可以 調教那個時間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好像現在呢 Iman的 旁晚的 7.33 7.33 7.33 是的 那就OK了 搞定之後呢 就按一按 按 變回白色 那它就會繼續 走了 那就是這個 這樣的功能 另外我們看一下它後面 那因為這個呢 就是一個 Menu的 錶 那麼呢 就變成在底部 可以看更多的東西 那在框邊那裏呢 有寫著 錶的型號 Lights Wessler 那裡面呢 它就有26個寶石 那麼呢 這個就是大致上 呢 這個L1 那另外這個呢 就是L2 那這個是L2 那其實它多了一件東西呢 就看到這裡 就多了一顆按鈕的 這顆按鈕呢 就用來調教這個 GMT的時間 就是兩地時間 那譬如說 現在這樣啦 你是去調教它 它要 滴出來的 那滴出來之後呢 就可以調教到了 那是很型的 它這個是整個 外圈轉的 其實不會說有 分了 中間的 全部是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計的 所以現在呢 就是整個小時 去退的了 那變了呢 可以有多地時間 那當你調好的時候呢 就按一按它 那就會是 記錄了 現在那個 定外的 外地時間 這樣啦 好了 那現在調教時間 首先呢 它這個鍵呢 就按一按它 就變成紅色的 即是代表呢 好像Shutter一樣 那將時間暫停 那看到呢 那個 去到那個 紅色秒針呢 去到60 那裡 那接著就可以調了 那譬如現在呢 就是 7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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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分 是啦 那調好之後 就 按一按它 那就 開始呢 就 走回了 現在在檯頭上面呢 就是拉架最新的 兩隻錶 分別是 ZM1 和ZM2 好了 那為什麼這兩隻錶 叫ZM呢 原來都有一段故事 是一個德文來的 就是拉架的M3 現在叫M3的原理是一樣的 那其實那隻字呢 寫上 Z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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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3 M3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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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3 M3 M2 M2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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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4 M4 M3 M4 M3 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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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設計 拉架的字是很隱藏的 做得很低調 我可以讓大家看一看 因為實在是很隱藏的 是靠那些光暗 即是反映才能看到的 是光與影 真的適合拍攝安奧 玩朋友黑白的朋友都知道的了 如果我們拍照 玩黑白最主要是光與影 同樣 上年亦是 Power Reserve 隱藏式慢慢出現 慢慢表露在我們眼前 現在看到瞄針正在動作 整個設計都是黑色和灰色的設計 所以都很隱藏 很低調 好像我們玩拉架的朋友 玩耐了的朋友玩拉架都喜歡低調的設計 不想人知道 最開心的 我們可以看看 錶底 一個漏空的設計 嘗試按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調校時間的 當我按這個按鈕 它不知道會否停頓呢 咦 真是的 我油絲即時停頓了 再按 它就走回了 好 我們看看 ZM2 跟之前 Fanke介紹過一樣 跟L2 多了這個 撥款 這個位置是用來調校 兩地時間 咦 令下手的感覺 令我想起 Widget之鏡的光圈環 每一格每一級光圈 都有一個定位 挺有趣的感覺 其實這個也挺好的設計 我自己也挺喜歡 這個 挺方便 又不是撥外環 沒有那麼容易撥走 到困 即是沒有那麼容易 很容易 你撥到它就移了位 內置式的 又不容易撥到 例如好像 我們香港大多數朋友都喜歡去日本的話 就很適合了 現在就當一個香港時間 日本被香港化了中 我們只需要這樣撥一撥 就知道 假時間 香港是12點 就是日本 即是1點 香港是11點 日本就是12點 是不是 多方便 這個 到你回來香港的時候 你就知道 這樣轉一轉正 那就OK了 再者提一提 因為這個GMT 有日夜之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位置 我現在先按下去 回正了 我要調教時間 這個時間 可不可以讓大家看得到 看到有個白色位慢慢出現 這個白色位置代表你是入口 如果時間繼續轉動下去 你慢慢會看得出現黑色的 黑色是代表夜晚 大家調教時間的時候 要記住留意一下 時間是日頭還是夜晚 否則會影響了 你那個 日力跳動的時間 調教完的話 我按下去 秒針又會自動正常行駛 另外還有一件很特別的 就是這條帶的設計 另外上去M3的 菲林壓板的設計 不知道這個設計師 之前是不是都是用NICA的呢 兩隻錶我們介紹了 如果有大家 無論是看錶 或者是看鏡頭相機 都可以找我們M&K Camera 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 希望你給我一個Like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 拜拜